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3月24号 星期四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日线啊日线 今天的这个小阴线 这个阴线对比 对比前面的这个下跌啊 包括年前的那个下跌啊 这小的不能再小了是吧 然后今天上午呢有一个学 然后我还说的 反弹了六天 调这么一根小阴线 你就不行了 你就快崩溃了 那你怎么做交易啊 所以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就今天的这根阴线 它走得再正常不过了 再正常不过了 新人线对吧 它都不算是阴线 新人线 然后呢你别看这个 价格上是小阴线啊 价格上是小阴线 但是下面的 MACD的值继续红角线 而且红角线成放大的 姿态 感冒你们都能听出来啊 没有啊没感冒 没事 距离趋势仍然比较近啊 距离趋势仍然比较近 但是明天还有一天了 就算明天 大阳线突破趋势 你下周一操作也来得及 所以我们在 呃 周二的时候说 本周后三天 基本没有什么操作啊 目前来看 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啊 然后你看这个序列啊 上日之所以的日线的序列 变成了一 序列重排了 一是最小的数 一是最小的数 没有第一的了 所以如果到九的话呢 至少需要八天 但是 呃我们说 最少需要八天 可不是说 它一定会需要八天 你像这个日线的序列 在这么下跌的 一大段的时间的过程中 只有在这出现 还没有 只有在这出现 那么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不出现 就是因为序列 在不断的重排 它只要不到九 哪怕是八 出现了反向运行周期 前面全都就就就就 就不能用了 都白费了 要重新排序 那么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重排 不断的重排 好吧 所以日线来讲呢 目前序列一结构没有 你如果能看的 也就是看趋势了 趋势呢 因为明天只剩下 最后一个降一周 所以主要就是下周 我们周二说的 本周的后几天 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繁华 是吧 现在就是耐寂寞的阶段 你想多也没机会 大家看这120分钟 看到了吧 这周一之后啊 这个行情一直在这横着 你就看这120分钟 横得不标不标准吧 波动的窄不窄吧 你要在这样的行情里 想做出利润 特别难啊 特别难 那不是一般的难 特别难 所以呢 就是没必要嘛 跟这行情叫什么劲呢 对吧 跟行情叫什么劲呢 该回避的下跌回避了 该抄的底抄了 目前的这个阶段 是不好做的阶段 不排除还有另一波 就是第二波的上升啊 它如果是一个塞浪的上升呢 它应该有一个回落 比方回落到这儿 然后再起第二波 它应该有一个回落 目前来看呢 这个 这个 肯定不是日线的四 日线的四的级别 不会这么小 然后呢 120分钟序列 注意120分钟序列是2 日线是1 120分钟序列2 低于5都是小数 这个小数呢 就非常不稳定 序列非常不稳定 低于5都是小数啊 这个小数呢 就是说 呃 就经常容易消失 或者重排 它从 它从1到9 是需要一个连续性的 每天不能间断的 连续性的 方向的运动 所以呢 就类似于呢 就是出现8的难度 要远大于出现12的难度 那个难度大的 非常多 所以这种小数来讲 就可以不看啊 这种不看 那本来这几天 它其实波动率就比较小 昨天的收盘价格还行啊 昨天的收盘价格还行 这导致了 就是今天如果是走强的 我昨天还说啊 今天如果走强 90分钟线 可能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出现序列高久 并且在明天 120分钟线收盘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高久 今天如果走弱 因为它前面的波动率 特别小 就重排了 那那现在都是低数了 是吧 过两天可能又变成高数了 但是它即便再变成高数 序列重排 它的时间会大幅后移 你比方说我们判断 90分钟或120分钟 120分钟现在是 昨天到昨天是5 一天有两个120分钟 今天如果是上涨的 就是6和7 6和7如果只要 现在初九的债率就大 初九的时间的是 下周 就是明天 周五 周五的收盘 120分钟 但是序列一旦重排 你看现在 现在是第二 你要想出高九的话 那至少还得需要九个周期 九个周期 那至少五天了 那就不是说明天的问题了 下周整个一周都很难出现 对吧 这就是序列重排 所形成的问题 所以120分钟 短期没有序列 我们再看90分钟 90分钟序列 也重排了 也是个小数 数都不大 这种数其实没什么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 设计九转序列的时候呢 就不让那种 特别小的数 显示出来 我们显示出来的 一般都是六七 这种大数字 是三 小数 序列也重排 然后60分钟 第四 这个第四容易消失 下周一一开盘 可能就变成高一了 高一就代表了 前面的数序列都没有 所以看60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 就没有序列 但120分钟有 但是日线也有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不同的指数 不同的周期 序列结构还不一样 序列结构还不一样 然后30分钟 序列一一是吧 一一最小的数 日线也是一一 最小的数 所以呢 到我们今天来看的 就是说 结构近期没有 序列全部重排 从30分钟到60分钟 到90分钟 到120分钟 全部重排 近期的没有高点的确定性 近期没有啊 等着 耐心等着 老师能大点声吗 听不清楚吗 而且这一波跟 上一波下跌很像 急跌 快反 急速的 大幅的下跌 然后快速反弹 反弹完周横 是吧 跟上一波非常像 上一波我们 就是年后那一波 三千四到三千五之间 判断窄幅波动 然后差不多有 三周的时间 波动了三周的时间 就是在三千四和三千五之间 这一波急跌 然后快反 反完之后又是 又是横 对吧 又是横 这上一波很像啊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穿轴 穿轴早着呢 日线 五三十四和五 穿轴的角度来讲 差的特别多 那不是一周能完成 就整个下周都不会穿轴 早着呢 距离突破短期趋势没多少 对 是没多少 是没多少 但是它 也不是那么容易突破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趋势啊 它其实破位之后吧 它会形成反压 就是它反而会形成压力 所以呢 你别看它距离趋势近 但是不一定能突破趋势 老师有时候讲一下 量化交易对客服人性 和加强执行力很有意义 这个呢 以前讲过 交易师软件在量化交易上 有何计划 交易师软件在期货的交易上 已经完全实现了 无人职守的自动化交易 但是呢 期货交易的接口是开放的 证券交易的接口没有开放 证券交易的制度 跟期货交易的制度 也是不同的 所以你如果想了解的话呢 你可以少量的去交易一些 比较简单的期货 商品的期货 最主要就是属于 它的交易函数和交易接口 自己变成是否可行 可行啊 属于函数就是自己变成吧 何时能支持股票自动交易 这个不由交易师说的算 是由政务劝 它的接口是否开放 好吧 就是我们说的不算 这种公司如果开放 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对交易的理解 不够深入 那不是说你具有 这个自动化交易的功能 你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两回事 人间正道是沧桑 都在学院区里学习吧 把思想理解得 透透彻彻的 将来你再去做 自动化交易会失败而公平 否则你有 其实你是用不好的 另外呢 就是说自动化交易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神 自动化交易 最多就是说 它能够做到优秀 做不到顶尖 你看所有的交易过程中 能够做到顶尖的 大部分都是主观交易 而不是就是收益特别高的 能拿到名次 大部分都是主观交易 不是自动化 纯自动化的交易 其实拿不到什么名次 但是它做的相当来讲稳定 但是注意啊 自动化交易 有的会非常稳定的赔 能理解吗 非常稳定的亏 你一直在亏 好吧 就是它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开源了一个Python框架 可以自动化交易股票 哎 股票的问题在于 接口 能理解吗 你想我们个人 你说这个 它不给你开放接口 你看你就不懂 有部分的是对 是对私募基金是开放的 那个是专项的接口 但个人的话 目前大家还没听说 哪一个能开放的 主观了解啥意思 主观教育就是 非承议化就是主观 非承议化就是主观 承议化就是骗客观 主观教育就是 人为做决定 部分权商有可能开放 那它是针对于某 就是它给你设定好 你按照它那个模式进行交易 那也代表不是你自己变成了 两回事 已经列出这两年的大区间 未来的走势大概率会如何 这昨天刚讲完的呀 对吧 昨天讲的还是挺多的 挺系统的 所以不能每天讲一遍呢 那多无聊呀 这个季度亏的不稳定 来不来的就来的 大亏一下花格 你亏不亏我不知道 对于学员呢 我是尽了力了 这波下跌呢 高位呢 我们减了仓 低位又抄了底 你亏不亏我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力 好不好 现在其实就是什么呢 你操作都没法做 你说这两天的横盘 我刚才给大家看120分钟 那120分钟 那波动力极小 就那种波动力的情况下 就是不涨不跌的情况下 你这没法做的 你像前几天 前几天跌的去用 但是空间它就给跌出来了 跌出来之后 你做的那实际上 就是反弹的空间也大 在报复性反弹 对吧 对 它其实不在于什么语言 什么Python呢 或Go语言 或者是R语言 你像教育师 他用的语言 应该是标准化语言 那个语言 最开始模仿的是 美国的Trader Station的 Trader Station的Easy Language 就是非常工艺化的语言 你就应用于各种函数 它会把每一个逻辑 变成一个函数 你可以自定义函数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交易函数 你就自己变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它不在于 使用什么语言 你像那个Python Python 你编连图表都没有 注意啊 你用Python编连图表都没有 这样的话 你越编会越难 就是你都做不到可视化 因此呢 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当你从一个 不太明白的 你像九转序列 是我自己编的呀 我还多少懂点编程 你要是完全不懂编程 你到学会编程 你到学会编程 然后你再到精通编程 这是一段时间吗 你学会了之后 你思想又不对 你说你编出了一个东西 思不像 你还不如 然后呢 我还说 我说主观交易 要比这个成绩化交易 收益要更多 所以呢 就是这个追求方向的问题 思想一定是大于工具的 我再说一遍 交易思想 一定会大于交易工具 能理解的打一 所以很多人 他不了解量化交易 他就觉得这个 自动化交易 就是一个宝库 对吧 然后呢 就觉得 是吧 就好像找到了宝藏 不是那么回事啊 两回事 两回事 然后呢 就是说 思想才是未来啊 思想才是未来 你把握一个大的思想 整体的思想 你有平衡的意识 循环的意识 在未来其实不会差 不会属于量化交易 好吧 我个人认为 不会属于量化交易 就咱们的交易 也不会属于量化交易 自动化交易时代 我们的竞争力还会有吗 这个跟这个 什么实在没有关系啊 在这个社会上的 一切事物 都会符合这个世界的 自然思想 好吧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 不用考虑那么多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我们没有去分析 一大气的什么俄乌危机啊 战争因素啊 国际地缘政治啊 等等等等 什么这个贸易啊 什么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去分析 我们就根据市场的最新变化 得出最新的市场的结论 非常节地气了 但是呢 我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 他不会去分辨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他总以为有最好的 那就代表了 你的欲望 和我们所能达到的 预期 我们达到的程度 总是会有一刀 鸿沟 跨不过去的 所以不管是量化交易 还是这个交易 那个交易 都没戏 我告诉你 都没戏 你还不如你就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 去做这个交易 对吧 期货自动化交易 大部分都是趋势类的 也有震荡类策略 震荡类策略呢 震荡类策略呢 赚点小钱 你要想赚大钱 必须配置趋势类策略 这就是趋势为往 结构求编 也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 大家把心沉淀下来 好高污远没有用 你总觉得有更好的 但是呢 他离你很遥远 他有些不现实 你说这个 刚才我就跟大家 去阐述了这个 个人学量化交易的难度 就是那条路特别难走 你干嘛呀 我自己累的是吧 还不一定能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就轻轻松松的 在学员修理不行吗 然后每次我给你交易建议的时候 然后你考虑一下 我说的那个 给出那个结论的过程 你先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过程 是靠谱了 你不要盲从 你如果觉得这个过程是靠谱了 那你就要看着 是不是按照我们所建议的那样去操作 这不变得简单了吗 把所有 对吧 把所有这个关于思考层面的 都由我来做呀 这不就变得简单了吗 你还至于因为抢和反弹 你还编个程序去吗 你至于的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 这股市呢 确实呢 怎么说呢 就不是 不是 不是那么特别强 但如果像美国那样走势 在很长的时间里 让绝大多数的人轻松获利 那股市呢 就变得简单 但是呢相反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阶段 不去掌握那些 相对来讲比较深邃的思想 那即便进入那个过程中 很多人他会 进入到另一个错误 目前呢 就是这个错误呢 就是走向 走向一个极端 就是盲目的忘自菲薄 然后进入到另一个错误呢 就是忘乎所以 就觉得自己目光一切 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你认为最安全的时候 因此呢 就是所有的过程都要经历 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也经历过那样的过程 然后股市的人生才算完整 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 陪着大家经历过一个牛市 现在肯定不算是牛市 经历过一轮大的牛市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熊市也经历过了 正当市也经历过了 牛市也经历过了 那这个就比较完整了 对吧 很多其实他们 咱们的这个学业 都没有经历过牛市 真正的牛市 我是经历过的 就知道那个牛市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呢 你就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别太目光一切 别觉得自己行 很多人他亏损 他的主要的失败 就是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行 好吧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就这两天也没什么不过这种 大家就保持一个好心情就完了 好吧 保持一个好心情就完了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咱们主要 下周的 我觉得上半周 可能大概率也没啥操作 下周估计得下半周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